第六天魔王 光月御天 这一期海宗专题 我们就有同 他在我们现在世界 所肯拥有的原型人物的层面 来进一步谈究一番光月御天 以及他背后的更多可能 如果说222期海宗专题 我们所讨论的 在何之国的地位甚至有高于 光月御天的双月康家 是以日本教护时代 首尔木甫将军德川家康和原型 那光月御天的原型人物 故事以外就是和德川家康 并称为日本战国三杰的直天性长 由于直天性长 几副传奇自私的一生 他在日本大众新生的地位 从某种层面来说 世界就已经达到了 在323期海宗专题 我们就有提及的 他也是悲剧英雄的原型金的地位 然而和原型金 尤其的军事方面 日本战神级别的 秀允山战所略有不同的是 之间性长 关于冰冻分离 鼓励资源贸易 开脱日本激单化道路等等的 完全超过当时时代的新政策 其实也让他成为了一个 在想有可以接近传奇武士 战神原型金地位的同时 也成为了对日本发展 尤其是贡献的一位历史人物 从警务们在描述他们 都喜欢的关于天 对酒里的一系列治理政策 我们就可以在他身上 多多少少的看到一些 那个技能打仗 又有治理才华的 之间性长的身影 之间性长从小的性格特点 就是没有把任何礼仪举止放在心上 他不顾学业 还到处生是非 在伪章更是被称为是伪章大傻瓜 而关于天的口头禅 也就认识太过拘促了 这样的不属约束的话语 之间性长从今到时 就已经斩耀出的 黄野自负和不上体统 也让回来更多的人 开始在背后 称他为是社交和公关上的大白痴 这最终也导致了他 在即将一捧天下时 却被手下叛变 而冥丧皇权的命运 有意思的是 在唐之处的回忆中 还多形容玉天的言语 也正好就是 你的父亲是个白痴主公 而接下来就是这天性长 喜欢自己扮女装 以及他本人 和他巅峰时期 最清醒的家臣 军事美少年森林丸之间 在日本历史中 著名的军城友谊环节了 在历史中的 本能斯叛变事件 也就正是年仅18岁的森林丸 替他誓死守卫了最后一城 才让这天性长 得以保险失守的自分而亡 而正如265期海农专题 我们所讨论提到的 合治国20年前的 第一美少年残血菊之城 也就是目前合治国的 女装美男小菊同学 则就是海农中的森林丸 以巅峰时期的性长 和森林丸之间 不可分割的关联来说 在光阳雨天生前 最亲近的那个家臣 可能反而就不是警卫们 而是喜欢扮女装的残血菊之城 说到最后我们再来到 这天性长 在日本大中心中 最为著名的 第六天魔王称号的这个环节 而有意思的是 将第六天魔王 这个在佛教中 代表欲界之主 阻碍成佛的 魔障异象的魔王称号 最早赐予她的人物 其实并非其他人 而是这天性长本人 而由于这天性长一生 被阻碍她一统日本的 佛教三家势力的打击 以及打过太多 以少胜多的 无法被理解的大胜仗 所以不同于队原一经 日本战神称号的坚持 日本大众则还是更愿意 将性格独特的 传奇武士整天性长 继续称为是第六天魔王 而这个原型人物的魔王称号 其实可能也就解释了 光阳雨天 为何会拥有一把 可能是魔王级别的 妖刀炎魔 而进一步胡扯来说 光阳雨天在当时用炎魔 给凯多留下伤疤的那个招式 甚至所用在未来 可能使用 魔王妖刀炎魔 伤害凯多时 要使用的那个招式的名称 这个可能就是代表光阳雨天 以及它的原型人物 继续称号的 魔王招式第六天魔王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王云 海东分题 我们下期再见